你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TNews联播网聚焦新北桃源 新竹苗栗台中以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首先但您关心是新北市树林区公所的建物 已经有40年的历史 不只老旧而且内部的空间不足 再加上散居各处的地方机关 像是护震事务所清洁队以及树林分局 让民众洽工是相当不方便 新北市政府决定比照新店行政园区的成功案例 打造一站式服务的树林行政园区 特别前往树林行政园区预定地视察 根据都庚处的规划 园区位在树林火车站的周边 而总面积将近8000平方公尺 除了现有的树林区公所之外 另外还包括了树林农会的土地 让区公所跟隔壁的树林区农会 大家一起来都庚来容纳在树林地区的树林分局 树公所环保级清洁队 护震事夫所 让大家一站式的为树林的市民们 更有效力的来做服务 所以在这里特别谢谢树林区农会 跟树林区公所愿意并肩作战 让树林最重要的一个行政园区 能够重新来为市民更有效力的做好服务 市长侯友宜说 规划当中的公办更新案 主要让树林区公所和隔壁的农会结合 完工之后园区内将会有树林各个公家单位 以一站式的形态为市民服务 公办更新案 我们今天不但正式启动 同时也借着市林行政园区的公办更新案 我们也陆陆续续要来规划 永和三重新庄土城各行政园区 用同样的公办都庚的方式 大家希望把我们的行政园区 让我们的都市的整个容貌 以及行政教育范然一新 目前规划案预计9月将会由今年刚刚成立的 新北市驻都中心来执行 后续包括了都市计划的变更 规划设计招商还有新建工程 预计2023年会动工 三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将会完工 全台第七轮疫苗施打 29岁以上民众开始接种了 有人一等两个月时间总算可以松一口气 配合开学之后 学校不再支援接种站的场地 新北市板桥选择在市民活动中心继续来服务 还导入了电子化作业 大约可以节省三分之二的报道时间 各接种站一早八点半已经有不少预约成功的民众 老早就前往接种这期待已久的新冠肺炎疫苗 开始意愿登记AZ呢 7月初的时候对 然后到现在大概两个月 今天总算打到有没有觉得比较安心 有 有有有 我觉得还是要打比较有保障这样 对对对对 平常从什么样的工作 我平常是在做模特儿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还是会有接触上的问题 这两个月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工作就是比较兼缓 然后是因为这次大家都努力嘛 然后就是有让疫情降下来 所以工作又慢慢开始这样 医院登记多久 7月多的时候 到现在大概两个多月时间 对差不多两个多月 有没有觉得等很久 嗯对 但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让更有需要的人先打 没有关系 今天所以特别请假来接种疫苗 对没错 今天特别请假 会不会担心过一两天 很多人都说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这个副作用 嗯所以故意挑战礼拜五 对六日还可以在家里观察 从7月中意愿登记以来 足足等了两个月的时间 好不容易排到疫苗 不过医师也提醒 这一轮年轻人居多 身体的疫苗反应 恐怕比较明显 其实年轻人的反应 应该说越年轻 他的免疫反应会越强 当然就变成我们一般提到的副作用 比如说发烧 其实也不算副作用 就是打完流感之后的反应 发烧全身肌肉酸痛 年轻人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当然这个是不至于致命 很严重的副作用 大事上不至于 但是可能会一两天 需要休息的时间 面对国内疫苗短缺 新北市议员刘美芳强烈的呼吁 应该参考国外大数据 为了保障年轻朋友 接种相对安全的BNT 或者是莫德纳 MRNA原理的疫苗 世界很多的国家 他其实都有限制 年龄的限制 在AZ的部分 比如说在日本 他就限制40岁以上 但是在韩国 他可能就限制要50岁以上 那在英国 他们的疫苗联合委员会 就讲说从18岁 一直到39岁左右 希望都不要打到AZ 可以用其他的疫苗 可是现在台湾 就只能给你选择高端跟AZ 所以其实对于这一些 年轻人跟终生代来说 其实是不公平的 还好的是 接下来BNT将会陆续到货 而各地也将做好准备 板桥地区除了现有的接种站 将会加开梯子满足需求 我们学校在8月底之的时候 就要陆陆续续的开学 那我们的学校的疫苗接种站 也算是告一个段落 任务完成 所以接下来就是在 8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规划在 我们市民活动中心 规划两处来作为 我们接替学校的一个 疫苗接种站 那板桥区目前是在 除了刚刚讲的池季 板桥园区以外 还有永丰公园 以及永安公园 预估这一梯次 全台将有80.6万人 完成接种 也提醒23到28岁 已经加开预约登记 符合资格的民众 请留意手机简讯 9月1号学校开学之后 原本设在了校园中的 大型接种站 现在都转由社区来接手 今天是第七轮疫苗 开打第一天 接种的是AZ疫苗 上午来到了桃园 卢竹公所站 施打过程是相当顺利 600个登记名额 不到10点 就已经打完了一半 民众平均等待的时间 大约只有10分钟左右 9月1号开学 大型接种站退出校园 改由社区接种站 接手服务 卢竹区开设了 卢竹区公所 光明新人及弯仔 头4个接种站 今天正式上线 桃园是第七轮疫苗 从9月3号到10号开打 这轮施打的是AZ疫苗 并开放23到28岁民众施打 上午来到卢竹区公所站 现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实际询问施打过程 大家都觉得很顺畅 很快 有等到吗 有啊 很快 已经打完了 还蛮顺的啊 而且很快 就一下子就在这边等了 云仙施打站 选在卢竹区公所三楼礼堂 不少在地里长担心 可能会出现停车问题 再来就是公所电梯不够 长辈要爬楼梯到三楼 可能有点吃力 还好整个过程相当顺利 今天登记施打疫苗的有600人 不到上午10点就已经打完一半 我们今天总共要打的施打剂是600针 那目前还不到10点 我们已经打了将近300剂了 现场的状况还蛮顺畅的 而且本来我们担心的停车啦 电梯的问题 今天都还蛮顺畅的 卢竹有不少工业区 今天来打疫苗的外籍移工 人数不少 因为共同问题 让施打过程有点卡卡 还好也顺利排除 除了新冠的疫情之外 要上井发条的还有即将报到的流感 双重冲击之下 流感疫苗的需求也跟着增加 台中市议员张廖乃伦 关心校园流感的防疫问题 台中市长卢秀燕承诺 今年流感疫苗会扩大到 私立学校教职员工 以及私立的幼儿园职员 大约会有6200人受惠 新冠疫情稍稍缓和 但流行性感冒即将进入流行期 10月1号开始施打流感疫苗 市议员张廖乃伦 关心校园防疫 就担心再出现流感疫苗 强打潮 看看过去有流感的重症 还有死亡的案例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些患者 他是没有施打疫苗的 校园施打只有在公立的 国高中国小来做 从今年开始 我们可不可以扩大施打范围 流感公废疫苗施打对象 从6个月到18岁 以及50岁以上民众 但学校部分除了学生 市府近年来也自行采购疫苗 提供公立学校教职员 与学生一起施打 今年为了让校园防疫安全 不会出现流感破口 市长卢秀燕在意识堂宣布 今年流感疫苗采购18000剂 其中6200剂将扩大纳入 私立学校教职员 及私幼职员经费约比 去年增加185万元 今年开始 那我们流感疫苗的注射 包括以前没有的 私立学校的教职员工 包括私立幼职员的职员 总共的人数大概6200人左右 那台中市政府 我们会采购疫苗 提供给他们免费施打 免费施打一体试用 10月1号流感疫苗开始施打 市府自行编列预算 为台中市公私立学校幼儿园 非公费流感疫苗 施打对象的教职员 今年都可以注射流感疫苗 为校园防疫安全再加分 现在各县市都在凭疫苗的覆盖率 就是希望可以避免疫情扩散 而接种完疫苗 通常会出现酸痛头痛 还有发烧等等的副作用 但是您知道吗 除了这些副作用 也会出现短暂的非纹症 而且是只有特定的疫苗才会有 原因是什么 来听听医师怎么说 这一位谢先生在打完两剂 A力疫苗后 五天内双眼出现非纹症 严重影响作息 因此到医院看诊 隔一个礼拜回诊后 发现非纹症奇迹式的消失了 由于谢先生之前没有非纹症 收治的医师表示 类似的情况最近在门诊也有遇过 我发现到AZ会产生非纹症的机会 为5% 就是说100个人里面会有5个人 会产生不等的非纹状况 最主要是它的成分是 重组的病毒的载体 把一些类似建毒的病毒 带到里面去 那莫德纳呢 它本身是mRNA 所以说它基本上不会 那根据以前呢 我们研究发现过 就是说感冒发烧 还有重大手术之后 或是头部外伤之后 我们就会产生突然的 短暂的非纹症 红奇廷表示 仔细检查谢先生的眼底发现 周边视网膜并没有明显的 视网膜破洞或隔止状退化 中央视网膜也正常 同时也没有出血现象 诊断因为玻璃体浑浊 也就是俗称的非纹症 那它玻璃体大部分都是胶质的成分 那玻璃体最主要是 玻尿酸 那另外一个是胶原纤维蛋白 然后玻尿酸 它最主要是有吸水的成分 最主要是一旦我刚刚讲 感冒发烧重大手术之后呢 这些在里面的水分 会突然的溢出来 它会这个水呢 会突然把它放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各种形状的水 那这个水呢 又本身又会流来流去 就是会产生非纹症 包括我们AZ的疫苗 也会有这种现象 不过它有个特性就是说 两周之后 它这个水呢 我们那个玻尿酸 会自己把它吸收回去 洪启廷指出 打AZ疫苗 罹患登格勒和病毒性感冒 其实都和病毒有关 研判才可能出现非纹症 至于莫德纳疫苗为mRNA 非线病毒载体疫苗 才可能没出现非纹症状 不过还是有待研究 医师提醒民众 如果打完AZ疫苗 出现非纹症症状 第一时间还是先求助 眼科医师 了解病症为何 报道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 一网打尽 新北桃园 新竹 苗栗 海中 高雄 专业温暖 在地都在TNews 连播网 欢迎回到TNews 连播网 桃园市111年度的 总预算案 1号在市政会议通过 将会送入市议会来审议 由于总预算的税入 以及税出的短差 达到了136亿 也引起了议员关心 市议员刘许婷 和舒翠玲等人 就要求市政府要尊杰花费 不要过度举债 会造成市库负担 桃园市 111年度总预算案 9月1号获得了市政会议通过 将送入市议会定期会审议 税入编列了1276亿 6100万元 而税出编列1412亿 6100万元 税入税出的差短是136亿元 必须靠举债方式融资调度 市议员苏翠玲要求市政府 节约开支减少举债 以免造成市库的负担 目前虽然举债额度 只有500亿左右 那但是我们的全责发生数 以及自偿性的这个部分 加起来已经将近1000亿之谱 那对桃园未来来说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财政负荷 那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就应该要重新检视一下 桃园市的这个收支 必须让它平衡 市议员刘许廷指出 税出和税入的差短 历年都有上百亿 他要求市政府不能够为了美化账面 而编列税出 甚至技术性的延后建设项目 又要兼顾他所以说他要用实际控制的方式来调控 做让支出不要超过这么多的话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 战术性的耽搁某些建设的旗程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一起并进 一起花钱的时候 他是撑不住的 那到底哪些建设会不会牺牲掉 哪些进度会不会拖缓 我觉得就是很大的问题 市长郑文灿说明 根据历年决算的经验 实际的差短会控制在50亿元以内 而且这几年桃源市推动重大建设 资本门的投资增加是必须尽力的转型期 那我们在资本门的支出都到达27%以上 那教科文的支出也超过39% 可以讲是占最大的比例 另外在经济发展的支出跟社福支出 也是占我们最大的这个前三名 这个城市转型的很多的基本建设 那我们希望这两届的八年 可以为未来20年的桃源 打下一个最好的基础 郑市长强调 桃源市重视财政纪律 举债都符合公共债务法的规定 是各县市的财政模范生 他会向中央争取补助 以减轻事库的负担 民众缴纳税务常会遇到自用住宅变更 农地使用改变 又或是对权益有疑虑 这个时候都能到税务局来寻求纳保官的协助 新竹县税务局成功的减少了送源 而且荣获财政部基增作业双优等 现在更与新湖地震处来合作 以远端视讯服务纳税民众 把讲座献出 新竹县税务局荣获财政部基增业务考核 绩效累及苏减送源 夺下全国唯一两项都是优等的殊荣 财政部也是针对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考核 那考核大概分为两大项 一个就是税捐基增作业绩效的部分 一个就是苏解送源的部分 那苏解送源它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助税宣导跟我们的纳税者权利保护 那助税宣导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助税宣导跟教育 让我们的乡亲了解我们的助税 那就比较不会有一些错误而被罚 来到税务局洽询纳税资讯或是参加知识活动 都让民众对于税务更有概念 也让拥有20年以上税务经历的纳宝官 提供民众必要的咨询与协助 像是出售房屋申报的土地增值税争议 农地变成道路使用免征地价税等 都要来保障纳税者权益 也苏解送源低于20件 更精进创新的服务 从9月1号起和新湖地震事务所合作 让新湖地区的民众 要洽询房屋税地震规费时 都能到地震事务所与税务局视讯连线 特地跟新湖地震事务所合作 日后民众如果您到新湖地震事务所 去洽办相关地震业务的时候 如果也需要同时在办税务案件的时候 那就可以直接启动视讯服务 就可以在地震事务所 就完成一些相关税务的一些需求 那譬如说您可能要申请不发税单 或者说是要查询是不是有缴纳 那申请缴纳证明或退税证明等等 只要启动视讯设备就能远距完全29项的服务 包含退税查询 合法缴纳证明 身心障碍免缴拍照税等 要大幅减少民众洽工交通的时间更便明 县市合并首次推出生育津贴 历经的十年都没有调整 但是物价是不断上涨 台中市政府决定将育儿津贴 从一胎的一万增加到两万 蓝营议员是给予肯定 而亲子管的新建进度也有多位的议员很关心 市府回应上任的时候只有四座 明年预计会有17座增加超过了四倍 营造更友善的育儿环境 为了挽救生育率 多位市议员多次在议市堂 要求市府加码生育津贴 减轻年轻爸妈的经济负担 市府盘整预算宣布从明年起 生育津贴从一胎一万增加到两万 所以我们在这个111年度的预算里面 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10年没有调整的生育津贴 从明年开始要倍增 从现在的一胎一万增加为一胎两万 这是生育津贴发放10年来第一次加码倍增 市长陆秀燕说台中市一年约有 1.8万到2万名的新生儿 市府预算准备好了 但这项加码也被质疑选举考量 蓝营议员说话了 从生到养到成年 2万块是杯水车薪 唯不足道 根本只是一个政府对整个 想挽救生育率的一个想法 它一个政策最大的走向 这一两年来我们积极的筹备预算 因为如果说没有钱的话 是没有办法来增加的 第二点这个生育津贴 已经10年没有调整 光我们的物价 光生活环境 然后养儿育女的费用大幅增加 支持年轻爸妈让他们感生感养 公托公幼也持续增加中 此外在亲子馆的兴建部分 市议员邱素贞提出数据 统计到今年6月30号 台中亲子馆数量只有10座 居六都最后一名 而市区更只有两座 绝大部分坐落在原县区 新北市它就有63处 那高雄20处 桃园市18处 那台北12处 台南也11处 那就我们台中10处 台中最少 台南已经有11个 我上任的时候台中才4个而已 那可是呢 到这个月为止 我们已经11个 跟台南一样了 然后下个如果顺利的话 下个月好像还有一个 应该就可以超过台南了 我以最顺利的施工进度 到明年应该会有17个 亲子馆从以上任的4座 到明年的17座 台中市亲子馆将达4倍增 要给年轻爸妈 更好的育儿空间 焦点转向高雄 高雄市连续20个月 没有传出本土登革热的案例 防疫成果显著 但近年来呢 气候高温多雨 社区并没闻密度 又逐渐的攀升 高雄市卫生局 除了动用环境倾销外 也呼吁市民随时注意 住家周围的储水容器或菜谱 是否有积水情况 另外检疫场所及防疫旅馆 也是防治的重点区域 将会加强周边资深员的巡查 高雄市防治登革热 一年多来交出票量成绩单 截至今年8月 已经20个月 不再出现本土登革热病例 虽然高雄市本土登革热的病例 已经维持20个月的零确诊 但是社区并没闻密度 却是在豪大雨过后 已经是悄悄的上升 稍一不留意 很可能就会引发疫情 据卫生局的并没监测的统计结果 我们也发现在近两周 并没闻的密度 有大幅攀升的一个趋势 因此卫生局也在近两周 陆续的进行各行政区的 环境大档的相关的动员的工作 那举例来说在古山的部分 那病门密度的阳性率 就从大概7点多的percent 那大幅攀升到16点多 还好市府及时展开环境清洁消毒 各地区病门密度才逐渐下降 不过住家周边积水容器 特别是公寓顶楼及菜谱 都可能成为自身员的温床 至于防御旅馆及检疫场所 也是防治重点区域 包括密闻工作及自身员的巡查 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针对集中检疫场所 以及防御旅馆的部分 那在这两年是列为 我们登革防治的重点的区域 那进行这个场域的相关病美控制 相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那包括在防御旅馆 我们挂设博文登 那做主动的监测 那环保单位的部分 也针对防御旅馆周边 大概100到400公尺的部分 那加强进行户外的环境的 那个自身员的一个巡查 卫生局呼吁市民 透过巡导清刷 共同来防堵疫情 而不少社区也自发性的 发动邻里之功 投入防疫工作 我们每个礼拜跟礼干事 我们就大概会去据清 我们这理念 所有的那个 看得到的地方 还有那个 我们礼干事大概都会 看看每个地方 有没有水啦 干什么 我们是负责说扫地 大概看一下说 有水了 就涨会涨绝结嘛 我们就把身码倒掉 卫生局提醒市民 高雄目前虽然没有 本土登革热疫情 但仍然要提高警觉 尤其在大雨过后 都要落实环境自主管理 加强住家室内外 资深员巡检 以及清除工作 如此才能够继续保持 本土登革热病例 加龄的好成绩 并没闻的最喜欢 阴暗潮湿的角落 尤其积水容器 更是资深的温床 防治登革热 新竹北浦相公所 就实施面闻 喷药作业 针对水沟排水孔 路边草丛空地 住家骑楼花圃等区域 一一的喷洒药剂 要让全乡九个村 都能做好防腐 背着环境卫生用药 人员将喷嘴 朝着水沟孔盖喷洒 白色烟雾飘散空气中 防止登革热传播 北浦相公所实施灭纹作业 北浦相公所 营安又变220 让我们进队 那天相 救出我们进队的消费工作 也希望能够 阵队这些 像这些水沟 让这些水沟 能够让它 并梅文 它的生存 能够来做这些消费 也希望 这些游泳的消费工作 能够 提供这些乡亲 以这些水沿 完全的这些水沿 并梅文最喜欢 阴暗潮湿角落 尤其积水容器 更是决绝资深温床 预防埃及斑纹和白线斑纹产生 除了向民众宣导彻底落实 巡道清刷工作 每年春末夏初和秋季 公所也会展开一年两次的登革热防止 药剂喷洒 9月1号到9月14号 清洁队每天派两组人员 执行全乡九村公共区域 并梅文房厨工作 其中人口最多的蒲尾村 有两天喷药 只见人员沿着巷弄 排水孔盖 花骨草丛 就连墙壁角落都不放过 触杀型药剂 所到之处蟑螂四处窜逃 蚊虫也被彻底消灭 如果你衣服放在 晾在这个门口 或者说 会被这些气体染到的部分 先请它收起来 那在消毒当中 也请他们把门窗关 先关起来 当然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登革热消毒 还是请他们把身边 浴得到有积水的一些容器的水 可以能够把它 平常就要注意 喷下去蚊子也比较少 然后蟑螂你看都满地都是 然后喷上喷气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环境 小蚊子非常多 现在街上 比山里面 现在街上都比较多 然后对我们的环境 卫生方面都比较好 喷药灭蚊 公所也提醒民众 清除积水容器后 也要刷掉虫卵 彻底清除滋生源 才能避免下雨之后 蚊子再孵化 叮咬人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机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现在人的生活娱乐都离不开网路 当然诱惑也跟着增加 清除县长杨文科就到了关西时光国中 跟全校师生一起宣誓 反读反霸凌 呼吁要营造友善的网路世界 更拉起了弓箭射破气球 展现决心 时光国中射箭 战 县长杨文科来到关西时光国中 跟着射箭铜牌选手 一起拉起弓箭射中红星 射破气球 象征把霸凌毒品与黑帮 赶出校园展现决心 从这个时光国中的这些 良好的一些教学的风气 同学们的努力向上的决心 以及对毒品这些暴力 这些霸凌的拒绝 我们希望我们全县各学校 都能够作为榜样 我们一起来反毒品 反暴力 反霸凌 反毒活动 宣誓词 新学年度开学 县长杨文科特地来到关西时光国中 与60位孩子一同举手 高喊口号 不欺凌同学 不滥用药品拒绝毒害 带着爱与温度 使用网路签署宣誓书 要营造校园友善环境 也发展多元课程 以品德与核心融入教育 做人有品德 做事有品质 生活有品味 这是老师长们一直跟孩子们说明的 所以每天在不管是打扫应对 甚至上课的一个过程中 落实在生活当中 让整个知识是跳脱书本 然后能力进入到生活 学生展现才艺跟着最夯的韩国团体歌曲展现舞蹈 学习团队合作也培养兴趣 更说在压力大时都会以跳舞来疏压 就是平常可以没事可以练练舞 然后一起出去去正常的地方 然后散散步之类的 然后我可以透过这些去正常的触发我的压力 我也不会去一些就是不合格的场所 去做一些不合格的事情 警局与富佑团体也摆设摊位 以问答富佑保护专线 如何反霸凌等来闯关拿宣导品 鼓励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 也教导学子勇敢对毒品霸凌说不 桃园观音区近年来人口明显成长 但是常年缺少宽敞的集会场所 地方人士积极争取 市府规划要新建草新富林市民活动中心 同时附设公社民营托英中心 未来可以收拖45名两岁以下的幼儿 多功能的用途满足地方民众期待 也达到场馆的最大效益 地方期待已求 草新富林市民活动中心 即公托中心正式启用 两层楼建筑一楼作为公托中心 二楼则提供富林草新粮里作为活动场地 新设的草新富林公托中心规划完善 不只有室内活动空间 还有室外草皮小山坡沙坑等设施 刺激学龄前幼儿发展 市府以公拜民营方式 预计可收拖45名两岁以下婴幼儿 提供日间托育延长托育等服务 开幕之前已经招生了 目前还有七个名额 别的地方都挤破头凑不到 这里还有七个名额 请我们所有的乡亲 然后年轻的家庭有需求 请他们把孩子送到我们的这个草新富林公托中心 草榻重画区洞宫附近建案林立 也让观音区近年来人口明显成长 目前已经来到六万九千多人 为了减轻年轻家庭的育儿负担 市府在观音已经设置两处公托及一处亲子馆 今天出席开幕仪式 市长也承诺这家马 这个未来的草榻 我们还争取了草榻多功能会馆 有亲子馆 图书馆 这个非常方便 我也预定在草榻 那跟水利会合作 那么兴建观音的第一个社会住宅 大家说好不好 草新富林公托中心 目前收拖38名幼儿 尚有名额 有托婴需求的民众 可以到桃园市政府社会局网站了解 苗栗县政府选在校庆月 举办模范婆媳凯模表扬 县长徐耀昌特别前往 头分室高谢云媚 大胡乡赖秋代 两位模范婆婆家中来致意表扬 同时肯定模范媳妇们 和婆婆接吼是相处和睦 互量互助精神是家庭典范 苗栗县长徐耀昌 赠礼表扬大胡乡模范婆媳 赖秋代和三位媳妇 彼此互敬互爱成为典范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 有的恶婆婆 又恶媳妇 这个草翻天的整个家庭都乱掉了 为什么我特别要来这边 恭奉盛会 就是期待这么好的一个 这个事迹 绝不输每年的好人好事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家庭和谐 那就会带来很好的家园 婆媳之间这样子 互敬互爱的这样的一个 传统的校道 我们县妇女会都非常的重视 我们每年都会办理这样的一个 模范婆媳的表扬 然后我们的人选是从 十八乡镇去临选出来 报到我们县妇女会这边 来接受表扬的 或表扬了模范婆婆赖秋代 今年82岁 对媳妇疼爱有加 也体谅儿媳都在上班 帮忙盖大七位孙子 而媳妇们也抱着满满的感谢 除了将家庭照顾好 对婆婆的期望 就是好好的照顾身体 天宿突生人的 你这边穿起来 我们这边没穿上的人 天宿不靠天宿 不过现在三个政府 会不会与同僚考验 有 用半个 全部都对人有吗 有没有更好事 我们老公还是要 不管在事业或是个家庭方面 他从来不会说要求 我们应该怎么做 可是他就是默默的很支持我们 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棒 很开明的婆婆 婆媳间相处和睦 互量互助 在赖秋带和媳妇的身上看得见 情似母女 让一家能够更和乐融融 有鉴于许多普渡的祭典活动 因为疫情取消 造成了弱势族群的物资 是更为缺乏 苗栗头份是田辽永珍宫 特别携手国际福伦 3501地区 苗栗第三分区等单位 透过认购方式将爱新物资 转赠给弱势团体 一袋袋白米丰富的民生物资 整齐堆放给受赠单位 把爱船千里白米捐赠活动正式展开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精神 头份是田辽永珍宫 14年来送爱不间断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普渡祭典取消 少了赞卜贡品 弱势族群也就无法取得善心物资 庙方特别号召佛伦社友 扩大为弱势送暖 永珍宫公庙这边是在今年的7月时候 很多这个善心大德 把所有的这个物资捐赠给我们永珍宫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全数来捐给我们的 全线的弱势族群 希望他们能够因为我们的一个协助 能够在疫情当中能够脱困 整县各界善心力量 今年总共募集300份物资 12000斤白米将转发送给苗栗县内15个弱势团体 原乡部落估计1800位相亲受贿 尤其这一次有一个原乡的小朋友 是在我们卓兰地区 所以我们今年也会特别转送到我们这个弱势族群 给我们这个小朋友一些物资 让我们在那个原乡的部落的孩子 也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协助 疫情的关系 其实很多善事跟店家受到冲击 原本可以帮助我们的部分都暂缓了 那其实感谢永真工 发起这样子的盛大的捐赠活动 那让我们的长辈 这阵子的干粮百米 就不用担心了 非常感谢 疫情冲击各大产业 社府机构团体爱心物资锐减 相亲生活更是困难 藉由这场公益活动 让若是团体获得实质的照顾 也期盼抛砖引玉 把爱心延续下去 从键盘的讨论 到面对面交换意见 帮助施法 理出头绪 判决可以 更接地气 审判 也可以细心 有温度 专业结合 厘清真相 用名义 打好梳滑地基 国民法官 一期审判 实践一期中的顺利 桃园市获得了中央补助 发放桃园好试券 两万五千份 随后又加码八万份 市议员质疑 手续费 还有相关的行销 专案管理 以及临时人员等相关费用 就占了预算的三到四成 执疑好试券的发行作业 劳民伤财 效益部长 桃园市好试券 1.0 由经济部 全额补助 六百八十九万元 总共有两万五千个名额 每份两百元 市政府随后又宣布 推出好试券2.0 总计有八万份 由于去年的夜市券 发行纸本 因为采取人力发送 造成了发行成本偏高 今年的好试券 改与便利商店业者合作 抽到好试券的民众 自行到超商领券 四亿元书翠林指出 虽然省下了发放现场 临时人员的支出 但是要付给超商的手续费 每份就要20元 加上了行销和行政管理成本 还是有三到四成的预算 市民没有办法享用 真的能够体认到 老百姓现在的真实的需求 所以不要把一些钱 浪费在无谓的 这种歌功颂德 或者是行政管销 或者记者会 大败败事这样的活动 我们觉得真的应该 要缩减开支 把钱直接发给桃园市民 市员谢美英指出 为了领取200元的好试券 民众要上网登录 还要去超商领取 很浪费民众的时间 真正能中签的人数也太少 以桃园市目前的财政状况来讲 你在另外去印制 纸本的这一些 所谓的好备券 或是其他搭配振兴券 所地方再加码的部分 这也是增加了我们 印制的成本的支出 那再来在脸书上 也有很多的民众来反映 觉得台湾市政府 这样的一个作为 没有衡量自己的财政状况 清发局说明 市政府根据去年 发行夜市券的经验 今年改用桃园市民卡 来登记抽签 与便利商店合作发放 目的是让民众就近领取 在去年夜市券 抽到之后 它并没有来做 这个领券的动作 换言之 所以我们在行政成本的 便利上是一致的 但所以说 如果以结果来看 我们大概领券的比例是六成 那所以如果用 只用六成领券的比例 来看行政成本 那当然相对过高 不过我们在执行 整个活动的时候 这个整体活动规模是相对较大的 清发局说明 今年的好市券 使用不限摊商 观光工厂 休闲农场 竹围和永安渔港的观光渔室 都可以使用 反而让民众领取和使用的方便性 因此与便利商店业者合作 整体来说民众可以就近领取 节省时间 九三军人节 台中市府举行秋季国商典礼 缅怀过去英功殉职的国军士官兵 和锦销名还列士 也为今年四月英功殉职的台铁列车司机 袁存修举行入寺安慰典礼 她的妈妈是全程参与 也说儿子已经很尽责了 深深鞠躬 今年四月殉职的台铁列车司机 袁存修上午入寺中列祠 完成人生任务 妈妈也为她感到光荣 她一生没有白来 她有为天下众生所做一切事情 对 她虽然是她壮烈牺牲的 可是她是非常的 对对非常的尽责 今年四月二号台铁 四零八车刺泰鲁阁号 行进花莲秀林乡清水隧道北寇 发生重大事故 当时列车司机袁存修 步行殉职 但在事发前几秒 她仍然坚守岗位 奋力踩刹车 减轻事故伤亡 在秋季国商典礼 由副市长令胡荣达担任主记者 缅怀所有过去英功殉职的劣势 结束后她也纷纷向现场 56位列士遗族之一 我们在这边也要特别向所有的遗族的家属 还有这个原列士的家属也要表达 希望他们都能够这个保重 台湾列士英勇牺牲保家卫国 借着九三军人节面怀这些英雄 也献上最崇敬的谢意 位在台中神岗的中山路1720项 连接大雅和神岗两地 是当地使用率相当高的重要道路 但是目前只有6米宽 加上是双向混合车道 汇车困难 上下班时间交通庸色 立委洋求应争取到6000万的经费 要将道路拓宽为10米 预计明年就能动工 山岗中山路1720项6米宽的道路 车流量大 路边又提满了车辆 一台车要经过已经是极限 根本无法汇车 上下班时间交通庸色 已经困扰地方20多年 那往前呢 我有我们的航空公园 我们的航空公园在假日 是非常非常多的人 所以这条道路可以号称是 全国的瓶颈道路 车流量多 而且汇车根本没有办法汇 因为它是3米到6米 中山路1720项 衔接神岗中山路和大雅和平新路 但道路过于狭窄 又属于双向混合车道 不仅影响居民 救护车和消防车也不好出入 立委洋求应争取将道路拓宽 将原先锡侧的部分勾取改为相寒 从6米拓宽为10米 改为双向各一车道 总经费6000万元 预计明年就能动工 利用那个既有的勾取 它这边的计划道路 现在的宽度是规划是10米 所以我们会往沟曲那边去 大概拓宽3到4米左右 然后会利用进口沟曲 保持它的排水的顺畅 不淹顺 然后同时把道路拓宽 看到一些 有些需要迁移的设施 我们也会在一并 在设计中把它考量进去 地方期盼多年 中山路1720项 终于要拓宽 解决常年交通拥塞的问题 健全路网让行车更加安全便利 从没淹水过的区域 既然因为暴雨排水不及 淹没了周边的稻田 还有温室网架 造成了农民损失 新竹县政府今天就会同了乡公所 到北埔这处曲牌 进行灾后的会刊 将会编列预算 把较矮的护坡区段来加高 避免水位暴涨再次酿载 大雨下不停 影片中稻田淹没地点 就在北埔乡 虎伟村12林农地 三周前一场午后大雨 让区牌急涨 冲毁农田和温室网架 今天县府渔公所进行灾后会刊 突然间是下了暴雨 那当然在这边 我从小长大到这边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雨 它从这个曲牌的水整个满起来 满到它这个田这边 几乎整个淹没 那淹没的地方还淹到 就是跟腰的高度 其实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水量 其实是非常的恐怖 非常惊人 农民拍下受灾淹水状况 刚插样的水稻田 变成汪洋一片水深及腰 树木只露出树梢部分 一旁四间温室架子 东岛西歪 叶菜瓜果和农具全泡水 损失粗估超过15万 从没见过这里淹水 怀疑是极端气候惹的祸 县府渔公所现堪满水溢出区域 发现距离蒲尾桥约300公尺上游区段 150公尺长户坡较矮 并有一处下滩严重 近期县府除了要核道输菌 也要编列预算进行护坡加高和修复坏区段 避免水位暴涨再次淹没农地 这一段的区域大概从大平溪到最上游 大概有一公里的长度 那我们现阶段是预计在近期会把这个需要补强的部分 那立即的请我们济世做好相关的一个估算之后 那立即承报给县府 那我想这个输菌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在两个礼拜内可以来完成 泡水压苗经整理后已恢复绿油油样貌 但坏损农作网架得重新搭盖 农民希望沪坡能尽快加高 让可怕淹水状况不再发生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巷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肝染灯蛾热 大家一起来清除自身员 横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避免温暖附着 屋后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菜园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蚊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 预防灯蛾热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中秋节 高铁第一波加开179班次列车 协助返乡的人潮 但是因为疫情趋缓 达成的人潮回温 这座位一开放就被秒杀 明显就是公布应求 宣布会再加开184班次 并且配合最新的八成载客率 增加输运量 门荡区民众一续走出 随着疫情得到趋缓 高铁的乘车人数明显回温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 决定再加开班次 协助民众返乡的需求 台湾高铁公司为了要因应 这次中秋节的一个输运 除了我们已经完成 34组列车的一个准备作业之外 当然我们也进行了 第二波的一个增班 那目前第二波的增班的部分 也是一样从9月17号到9月22号 这段时间我们会再增开 184个班次 那另外在8月30号 高铁公司事实际上也配合交通部的一个防疫指引 将整个承载率从7成提升到8成 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有部分的座位会再释出 再过两周就是中秋节 为了让更多的民众顺利返乡 高铁宣布再加开184班次 包含南下83班 北上101班 总计6天共提供981班次列车 配合交通部最新开放的8成载客率 也将释出部分座位增加运能 一并在明天凌晨开始购票 而连驾乘车的尖峰时段 末班车到站时间也延后到晚上12点半 那因为这次9月17号跟9月21号 可能因为主要都是旅客搭车的一个尖峰的时段 所以高铁公司有部分的班次 他在抵达终点站的时候 可能时间是会过晚上12点 那甚至可能会延后收班到晚上的12点30分 所以如果旅客在搭乘这些班次的旅客 可能要特别的提醒留意一下 就是抵达终点站之后的转程运均上面的一个时间 以免影响既定的行程 防疫期间车厢内全面禁止饮食 服务中秋庞大的返乡人潮 捷运也将配合高铁末班车时间做出调整 让民众在夜间转程时能更加方便 受疫情冲击之下许多农产滞销 为了协助在地小农维持生计 苗栗三亿乡双坛休闲农业区 特别设计两台传统牛车 摆放在了旅客服务中心前 免费提供农民摆摊 一方面达到产销共同协力 另一方面也能吸引游客停下脚步 传统牛车象征农家人勤劳耕作的精神 也代表着三亿双坛休闲农业区 欢迎游客的到来 更希望农民招来好生意 今年因疫情冲击农产品销售 通路受处严重制销 为帮助在地小农双坛休闲农业区 不但打造了两台的牛车摊车 更免费提供给农民使用 在旅客服务中心都有在户外 摆了两个摊车 用牛车造型做的摊车 那个摊车是完全免费提供给小农 交货的地点 小农可以把他们的水果 或者是现在的当季的食书 直接带到那边去 跟我们的消费者来交货 或者就直接在那边摆摊 农民除了可以使用牛车摊车之外 旅客服务中心前的空地 在不妨碍交通之下 也都可以利用来摆摊 贩售农特产品 假如到我们的旅服中心的话 我们农民都可以 可以把货集中到那一边去 只要跟我们双坛订购 到我们旅服中心取货就 它可以自己来取货 我们这边供货都没有问题 除了传统市场之外 如果说我们的三亿的居民 或者是周边地区的居民 有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们旅客服务中心来联络 或者直接到我们旅客服务中心 这个摊车来选购 那来照顾我们这边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受到影响的这些小农 双坛旅客服务中心 就被在三亿桑立游泳池旁 摊位无偿使用全年开放 帮助小农的同时 也希望以营照小型市集的概念 吸引游客停下脚步 为苗130县道上的休闲农业观光 共同协力 虽然疫情逐渐趋缓 但是文化景点跟店家的人潮 还是难回流 仅剩原本的一到两成 为了帮助店家 台中北屯区北京里 就规划里内的半日游 用脸书抽奖 免费招待民众共游的文化美食之旅 踏寻眷村的文化馆 面店 肉园 粉园冰等等 要推广在地的文化 也用行动来力挺店家 路边转角的文物馆 是早期的空军眷村 留存至今 成为北京里内 深受青年喜爱的旅游景点 但受疫情冲击 停业两个多月 八月再次开放 人潮只回流约两成 我们的餐馆 理发厅 然后还有所谓的冰果室 都其实掉了蛮多层的 就是大概掉了八成 波纸文化景点 连北屯市场老字号店家 也影响惨重 以往夏季买气很旺的冰店 生意最产时掉到剩一层 今年的夏天非常惨 严重的时候 掉到只剩一层 两层 人潮有慢慢的 就是大家都有慢慢的走出来 然后物价又上扬了 各方面其实都受到 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眼看里内店家因疫情 波及生计 里长宇社区发展协会邦一把 也推广邻里特色 规划了北京里半日游 邀请协会成员参加 加上脸书抽奖 免费招待民众 一起共有彩点 踏寻里内特色 包含眷村文物馆 宗教场所 面店 粉圆冰 肉圆 炸柜等 未来将规划北京里旅游护照 推广在地文化 同时促进里内经济 疫情趋缓 然后我就设计了一个活动 希望说走访我们北京里 然后再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北京里有这么多的 好吃好玩的地方 那在防疫措施方面 也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请大家踊跃的来 北京里消费 然后让店家多一点 生意的收入这样 可以从里东骑到里西 然后在我们北京里 骑着这个iBike 这个轻松的搬自游 城汽黑粉圆加入糖水 夏天拿着一袋 古早卫兵品好消暑 40多年的肉圆老店 分享在地好滋味 也有眷村文物馆 定期规划展览 一旁还卖有老台位 眷村佳肴 多样特色 吸引民众安全防疫下 吃喝逛逛北京里 关心校园消息 苗栗卓兰国小中央厨房 即将大改造 校方获得教育部补助1500万 除了厨房内部动线改善 增设隔间 安装冷气等等 特别的是厨房外 将会整理一处小型农场 烹饪教室 要结合食农教育 学生不只可以吃美味的餐点 也能了解食材生长 及烹饪变化的过程 竹篮国小中央厨房 烹饪全校包含 丰田国小 总共600多份的餐点 校方请大家期盼 这里即将大改造 偏远学校中央厨房 扩建计划 很高兴我们学校能够有1500万 来做我们整个扩建 那其实他教育部的整个的理想概念是 希望小朋友除了吃得饱之外 他也希望他吃得好 所以他要让小朋友了解食农教育 也要让小朋友了解饮食教育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未来的厨房 未来整件的厨房呢 它是一个具有穿透性的 让整个厨房里面变得很干净 让小朋友在看过去的时候呢 会知道那个学校的中央厨房 他们中午吃的东西 实在是怎么出来的 空间宽敞的厨房 民国86年搭建完成 内部设备多次更新 瑞次的改造厨房 烹煮 洗涤 配扇区做隔间 部分的区块增设冷气 外墙改为透明玻璃 从外部一眼看透 不止里头 厨房周边将列入改善 旧的球场 储藏室 都会有新的面貌 因为饮食教育嘛 学校是个教育单位 所以我们也要配合食农教育 那在食农教育呢 我们就大概设计了 我们外面会有一个小农园 那在小农园的里面呢 我们也会 小朋友有休息平台 他可以利用我们的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校本课程 然后在我们的整个小农园里面 做我们的校本课程 食材怎么来 烹蒸过程是如何 学生都有机会体验 厨房也将成为充满乐趣的 学习空间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谢谢您的收看 TNews联播网 每天晚间八点 提供您最贴近民意的新闻 我们再会 报道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考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高雄 专业 温暖 在地 都在TNews联播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怀孕当然是目前最大的期盼 之前可能因为工作经济收入的压力的考量 也有可能是我们身体还没有调理好 尽管家人一直在旁边支持我 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临门的好运 是怀孕的运 7月1日起 国民健康署人工生殖补助 扩大实施 除了家人的支持 还有政府的支持 祝园梦安心生 车怎么开门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宝 1.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害 3.销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4.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化已等就对啦